第二圈的这个花形呢已经勾好 勾完之后呢我们勾一个外勾引把针连接 勾针从这个后面穿针出来 就在这个起针的三个辫子边上的缝隙里 然后勾针绕线把线勾出来 前面线从后面线圈里直接勾线过来 这里呢是勾了外勾引把针连接 然后接下来我们勾第三圈 那首先起三个辫子针 一 二 三 在这个我们上一圈三辫子边上的缝隙里 在这个空隙里呢勾四个长针绕线 穿进去勾过来一个长针 第二针 第三针 第四针 然后接着外勾长针上 勾外勾长针 勾针绕线 挑这个外勾长针的立柱 就是这个针形 勾线过来 勾外勾长针 然后在这个外勾长针边上的缝隙 勾四个长针 好 接下来呢我们就按照这样的方法 外勾长针上勾外勾长针 然后外勾长针边上的缝隙里勾四个长针 按照这样的方法呢把这一圈勾完 一圈完成之后呢连接的时候还是勾外勾引把针 那接下来后面的圈数呢大家就自行完成 第三圈呢勾完之后我们勾外勾引把针连接 然后接下来的四五两圈勾法和第三圈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按照这样的方法去进行勾支 然后六七八九呢 就是我们首先是起三个边的针 边上的缝隙里勾五个长针 这样给它增加这个针数 然后到后面呢在外勾长针的花形上勾外勾长针 边上的缝隙里勾五个长针 六七八九这几圈呢就按照这样的方法 去进行勾支 因为后面的这个编织呢是比较简单的 就不需要每一圈去进行演示了 大家按照我们前面讲解的这个方法 学习方法把后面的圈数呢对应的勾完 勾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就是说直接给它结尾藏线就可以了 或者呢你也可以勾上一圈的短针 再结尾都是可以的 好大家呢把这个帽子勾完 现在呢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个接线的方法 我们在勾的过程中如果说一卷线用完 或者是遇到接头的情况呢 都可以用接线方法接线再继续编织 如果说遇到接头像打一个截的情况下 就可以直接将接头位置呢剪掉 然后把后面的线呢接过来再去进行勾支就可以了 接线在编织中呢也是经常会使用到的这个方法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我们在勾花线的时候呢 那就在勾长针的时候去接线 看一下在这个边上的缝隙里 我们这样勾针绕线 穿到这边 好穿针过去 勾出来 勾针上三个线圈 绕线勾过前两个线圈 那现在勾针上有两个线圈的时候 用中指按住前面的这个线 将这个线呢放到一边 拿出后边需要接的线 这样先给它拿好 然后左手挂线 然后将这个线呢递到勾针的后面 贴近勾针的位置 这样给它拿好 然后勾针绕线 再勾过这两个线圈 这样呢就完成了接线了 把这个线接过来再去进行勾支 然后再继续按照我们编制的这个顺序 去勾支就可以了 再这样穿穿过去 线头呢在勾的时候 都是给它放在勾针上 这样勾线出来 勾长针 然后在勾的时候一直放在勾针上呢 这样就可以完成了藏线了 然后这个后边的线头藏的时候呢 像这样勾一段距离 藏的多一点就可以给它剪掉了 然后后边还是按照我之前讲解的方法 再去继续勾支 这个是勾外勾长针 外勾长针的时候 线头就不用放在勾针上 然后到这边勾长针的时候呢 穿进去 线头给它拿起来 放在勾针上就可以了 好 这样呢 大家藏了一段线 这个距离之后呢 直接把线头剪掉 好 这里呢 就是给大家讲这个 接线的方法 好 我再把这个帽岩呢 这样圈数给它勾完 现在这个帽岩呢 已经勾好 勾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和开始的位置引发针连接 然后断线 这样结束呢 是可以的 或者是在最后一圈画边的 针目上勾上一圈短针 好 这两种方法 都是可以的 那我这里呢 就是都给大家讲一下 如果说你还要再继续 勾上一圈短针的话 我们看一下这个方法 这样花形勾好之后呢 和开始的第三个辫子 往底边数 一 二 三 第三个小辫子中间 这样穿针过去 然后勾针绕线 勾线出来 勾引把针连接 前面线从后面线圈里 直接勾线过来 给它连起来 然后接着呢 勾一个辫的针 绕线 勾一个辫子 作为短针起立针 还是刚刚引拔的 第三个辫子中间 穿针过去 勾短针 在这个短针上 挂上交口 这就是这一圈短针的 这一圈的第一针了 然后接着呢 就是每针上 勾一个短针 如果你是勾一圈短针 这样收边的话 就是像这样 每针里呢 勾一个短针 在勾的时候呢 就看这个上面 这种辫子针目 你看这里是外勾长针 对吧 上面对应的针目 穿过针目就可以了 每针里去勾一个短针 把这一圈勾完之后 然后再和第一针 引把针连接 再断线就可以了 好 这是这种方法 那如果说你勾完这个 冒岩这个边之后 直接给它结束 那再看一下这个方法 那像这个是花形勾好之后 然后我们还是勾外勾引把针 好 穿针过去 绕线勾出 勾引拔 稍微拉紧一点 好 这样这个冒岩呢 就结束了 这是这种方法 然后直接勾针绕线 勾一个辫子针 把线拉大 然后剪掉 然后把这个线头藏一下 藏线的时候就是给它穿到里面的纹路上 穿在我们勾的线的纹路上 给它这样穿过去藏线 可以这样推回来 隔着一点线 隔着一点线 然后从这个圈里穿过来 相当于是扣了一个结 后面压一下再去拉紧 避免拽变形了 然后再把线往前穿 自己可以多穿一点距离 给它藏在这个织物里面就可以了 好 那这样这个帽子呢 我们就做好了 做完之后呢 可以把这个帽岩 放在这个桌子上 铺平 给它这样 把这个花形这种针目 给它展开 好 像这样的效果 最后呢 我们可以再勾上这个变子针 当做一个调节绳 可以穿在这个 镂空的纹路里面 这个调节绳的 勾法上就比较简单了 我们就是勾变子针 这样将线在手指上绕一个圈 先扣一个活节 从圈里穿出来 拿出来拉紧 搭好一个活节 然后勾针穿到弦圈里 好 穿到弦圈里 然后调节一下大小 左手挂线 拥到这个位置 绕线 勾针上弦圈里 勾过来一个变子针 就这样起变子针就可以了 绕线勾过来第二个变子针 第三针 第四针 五 六 就按照这样的方法 一直勾到你自己需要的长度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长度的话 自己可以参考一下 你在勾的时候呢 像这样 维绕这个茂围这一圈呢 这样给它 留到这儿 然后稍微留一点长度 够扣一个蝴蝶结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穿在里面也可以起到这个调节 控制这个松紧的作用 好 那这个就比较简单 就不需要全部延式了 大家就这样继续勾 勾到最后结束的时候呢 就这样直接把线圈带上 将线剪掉 然后这边的线拉紧 在穿到这个帽子上面的时候 就这样 穿到这一头的线头 在底边的路空位置 这样给它穿扔过去 穿过去之后呢 这个隔了几个花的话 可以按照自己喜欢 你可以隔六个 一二三四五六 在下一个再给它这样穿过去 像这样不要一圈穿过来 穿到最后到这边呢 它会稍微留一点 控制间距的 然后再给它扣一个结就可以了 那么穿到这个线头呢 就是两边的时候呢 你可以像这样 最后留完长度之后 像这样留这么一点就可以 这一层呢也是一样的 那我这里呢 就不再这样够完全演示了 大家就是按照这个方法 去勾到你自己需要的 这个绳子的长度就可以了 那么到这里呢 我们这一款帽子呢 就结束了 这个教程 这个方法就能够拿到 这个方法就能够拿到 一个月份就能够拿到